你好 欢迎收看11月11号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花联县全县的社区全民联合运动会 在今天举行了开幕典礼 现场徐正蔚 李伟夫 彬琦 特别共同参加开幕一室 现场表演节目非常精彩 炒热的全场气氛 现场徐正蔚祝福每一位选手 将平日坚持不懈的勤练成果 能够在各项的运动赛场上尽情发挥 争取最高的荣耀 但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花联县的孩子 大风大雨 无所畏惧 拥慌之间 所以无论是在杭州养育 或者是在雅加达的养育 我们都可以看到花联的孩子 突破困难 突破种种的困境 得到的金牌 为自己的身体赫散 为花联县争光 为台湾 立足在世界体坛 有一席之味 现场也表示 烈日下挥汗如雨 勇于前行 这是运动员的日常 在亚运的殿堂上 都可以看见孩子突破困难 获得奖牌 为自己生命喝彩 为花联与台湾争光 让自己在体坛上有一席之味 而参与开幕式的贵宾 包含花联县体育会 理事长汪景德 县议员迪布斯依赖 郑乾隆 林平阳 吴建智 韩灵媚 中树镇 魏家贤 花联市长魏家燕 玉璃镇代理政长 詹秀聪 瑞瑞乡长吴万德 光复乡长林清水 卓西乡长田桂花 吉安乡长游淑珍 万荣乡长梁光明等人 也参加了开幕活动 记者林杰 花联市采访报道